graduate 因為我高中就是 就是籃球隊的 算是體育版 應該是因為國勝學長在這裡 然後我們都是青年了 然後把他當借金 然後想要來這裡讀書 那時候高中考完學測 就是我 是球隊裡面 升速算蠻不錯 那那時候老師就有問我說 那我興趣 就是有沒有意願去打球 來宗教大這樣子 他說可以推薦我來 當初本來住泰山高中 有想過要往假藝人學校發展 就是後面想一想打 比較沒有想要 再這麼專業的繼續打球下去 只是想繼續打籃球 然後完成夢想 也曾經想要追求過 台積球隊的那種夢想 但是後面想想 其實運動員在台灣 其實未來不慈想 你唯一能轉換跑道的 應該就是高中升大學之後 你必須為你的未來著想 你必須 你必須想得更遠說 我大學畢業後 我能做什麼東西 而不是去想說 我要去追求現在的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想念體育系 然後我那時候只考 剛好上了就是這裡 因為家裡面其實 經濟上有點困難 那我那時候有跟一些同學 他們說要去考金磚 因為就是 金磚學費負擔那種種 如果順利的話 出來就是直接先接工作 他們都跟我說 大學是非常有趣的失望 叫我說就算你進去還是在球隊 那也沒有關係 你大學四年一定會體會到 很有趣的人生 所以選擇來到這邊 一方面離家又近 可以照顧到父母 可以陪伴爸媽 一方面又能讀書 一方面又能往自己想要 當老師那條路去走 你對大家說 老師 老師 我們在星期時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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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